大家好,我是Stan 9月27号,Black Pink和Lisa在IG上传了人在风马秀观众席的照片并留言 迫不及待的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D1,很快就见到你们了 这个IG马上就收到了272万多的赞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但是在韩网的反应却变得非常极端 前一阵子刚有Lisa要参加风马秀的消息传出后 因为大多数的韩国网友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秀 虽然听说是类似成人秀 但是美国人气偶像也有出演过 所以当时也是掀起了正负两极评论 而在Lisa上传IG之后 就有网友发文指出 风马秀的有关人士表示过 为了要成为风马秀的舞者 必须要符合创始人Alene Bernadine 从一开始就设定的严格身体标准 你需要学习古典芭蕾 身高必须在168到172米之间 乳头之间的距离必须不超过21厘米 肚脐到齿骨的距离必须是13厘米 连乳头之间的距离也要测量 欣赏女性各个部位的欣赏品化成人秀 想要利用K-pop Idol来改变形象 实际上因为风马秀有关人士也表示过 透过邀请PlayPink成员 风马秀希望能吸引年轻女性成为新客户 最终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未来观众 我们的风马秀代表着女性的自豪自由和后期限 我认为这场演出也能让Lisa成为这种象征 所以在韩国网友们看到这段内容 以及看到韩国媒体也直接使用 推移舞秀19件裸体秀等来称呼这个秀后 盼望负面的声音就变得比之前大了 首先仍然觉得没什么问题的网友们表示 因为去公演就骂Lisa实在是太夸张了 首先这个表演吸引过许多国际名人 包括McDamon,Natalie Portman,Selena Gomez等 他们经常参观 很多巴黎的名人也几乎都去过 甚至也与Peyonce合作过 但为什么突然只骂Lisa呢 不要在那里性商品化什么的假装轻告 想要发生女权的话就先不要攻击Lisa 在法国这秀并没有什么负面形象 它是巴黎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三大表演之一 会有喜欢跟不喜欢 但这并不像脱衣舞俱乐部那种 观众触摸演员并给小飞的下流表演 连太阳马戏编舞师都参与其中 舞蹈水准也很高 舞蹈转换灯光效果也出色 对像Peyonce这样的流行歌手 Demi Moore,Udi Allen等 电影界人士也产生了影响 这个表演分为第一幕和第二幕 就像歌舞剧一样 为什么总是拿它与奇怪的脱衣舞表演相比呢 巴黎著名的艺术家Eileen Bernarding认为 所有生命都诞生于女性的身体中 因此没有比女性更神圣美丽的东西 她希望透过创作 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女性的美丽 相似的身高和体型 使她们能够专注于舞蹈和表情 而不是裸体 除了身体条件外 要成为Crazy Girl 基本上需要懂得古典巴黎 这样她们才能在首饰中注入艺术的灵魂 测量身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为什么一直要以奇怪的方式被误解呢 而大部分觉得不太好的网友们表示 拜托不要再护行了 无论你如何包装 这只是一个表演者脱衣的脱衣秀 自从有关Lisa参与该秀的消息传开后 虽然说Lisa会穿定制服装 但这也很傻眼 很多年纪小的粉丝们都在留言 说她们也想成为那个秀的舞者 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散发影响力 还一直说有着历史和传统 就好像日本一直美化包装异计 说有历史和传统 企业为了赚钱把女性性商品化的脱衣舞 包装成艺术和自由 这种行为真是令人恶心和可笑 看到那些为这种事护行的人 我感到非常担忧 因为这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 海外粉丝们还说 因为韩国粉丝们对Lisa没关系 是嫉妒并种族歧视 今天如果她是韩国人的话 可能会面临比现在多十倍的批评 因为是外国人 所以才是这种程度 她们打造如此高级的风格概念 却表演着露胸露屁股等 如此低俗的脱衣舞秀 才能高价售票 舞者们不是得到小费 而是领取出演费 这里的留言足以证明了 为什么Lisa参与这个秀是有害的 真心好奇 如果你们有女儿 你们会对女儿说 这是艺术 让她们去做吗 撇开其他不管 因为Lisa出演这个秀 导致全世界不知道这个秀的青少年们 知道了这个秀 去搜索去找资料 然后粉丝们还站在最前面 护航美化风马秀 对于Lisa风马秀 再次燃烧的寒往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